Hi 大家好 我是Emil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又是大家很喜歡看的最近大愛片 最近的我其實狀況不是真的最好 說皮膚異常地不穩定 又出瘡瘡 還有我嘴唇也有些問題 不知為何最近我嘴角是脫皮 還有兩片唇是異常地乾 我到現在都找不出是什麼原因 又不是生唇鹽 又不像濕疹 因為不會合 很困擾 即是一起來這些位置不可以打哭 不然就爆開了 不知大家有沒有遇過這些狀況 可以和Share一下究竟你們怎樣解決 還有究竟是什麼問題 難道我缺了維他命C、E Anyway 今天Share的產品 種類都很多 而且都會陪我這一段很難捱的階段 所以都很好用的 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事不宜遲就馬上開始 第一個要Share的產品 我已經帶在身上了 就是這一條Westwood的鏡鏈 超漂亮 我想說Westwood這個品牌 其實是充滿著童年回憶 小時候是最潮最潮的那群人 才會帶這個品牌的東西 但因為小時候 我媽媽一天只給我20元吃飯 所以沒有多餘的錢 去買一些優惠的產品 去到大過了Ford 但又沒有看中其他產品 直到這一條鏡鏈興起 就令到我入坎買第一樣的產品 讓大家看看 設計也是比較簡單 比較class的 我選了最小的尺寸 所以珍珠也不會太大太誇張 其實它的扣有不同顏色的 銀色玫瑰金和金色 但我去店鋪的時候 賣光只有金色 所以我就買金色 我覺得金色也很好看 這條鏡鏈最近真的非常流行 基本上你在Pinterest那裡搜尋 Westwood Necklace 全部都是這條鏡鏈的中型 我會推薦這條鏡鏈給所有女生 因為不要看它好像很誇張 它是非常容易襯衣 而且令到你那天的造型多了焦點 襯一些露頸的衣服都已經很好看 其實我自己最喜歡是襯術衫 剛剛好在這個位置 其實你戴鏡鏈是會遮蓋的 但它的長度是很特別的 它又不是choker的 高鎖骨一點 所以穿衫衫這個位置露出來 你那天搭T恤、連身裙、襯瓶領衫 各種不同的衣服都非常好看 我去日本的時候已經打算買 因為打算換了很低 誰知道我發現原來日本貴成700多800元 所以最後我就是在香港的MIRROR PLACE買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試袋去看看 因為非常漂亮 接下來分享的產品就是我從來都沒有分享過的 就是美容宜 因為最近試了一部我覺得單價不高 但也可以每一用的產品 所以就決定放在最近帶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Medicube的這部BOOSTER H 主打是可以無創無針的情況下 5分鐘打造這個韓式的水光機 而我覺得它最棒最吸引的地方 就是無論你是什麼膚質都好 配合什麼護膚品都好 它都可以提升到護膚品的吸收率 所以我覺得CP值都是挺高的 操作是非常簡單 因為它的介面只有一個小 每次你洗完臉之後 就可以一邊配合護膚品去使用 最簡單的用法就是 你一邊塗精華一邊在臉上打圈按摩 而我自己私心推薦 也是最喜歡的方法 就是配合面膜用 因為它真的可以令到面膜吸收得比平時多很多 第一次用它的時候 那塊面膜本身是敷15分鐘的 那綠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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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沒有這種感覺 你會感覺到它真的吸收得快很多 15分鐘的面膜 如果配合它的話 只要10分鐘就可以敷完 它是用無針電波的方法 打開皮膚的通道 令到養分送到皮膚底層 改善不同的情況 可以視乎你那期想要改善什麼 譬如保濕的就保濕 美白的就美白 做彈性的就彈性 它的用途是非常廣泛 所以總括來說 我覺得這部機是CP值很高 也很容易上售 如果你很想嘗試在家裡 體驗水光針的感覺 又或者很想提升護膚品的吸收率的話 絕對要試試這部Booster Edge 下一個要介紹的產品就是化妝品 話說這期我皮膚都非常不穩定 會不斷生暗瘡 但偏偏這期有很多事件要去 我又迫著化妝 但我又怕化妝太厚的話 會令到暗瘡更加厲害 所以這陣子我只是依靠它來維持生命的 就是April Skin的BB Cushion 我想說我也是第一次用它們的化妝品 不過挺有驚喜 甚至從日本回來 我也是一直用它 其實它們的BB Cushion 是用俄羅斯方塊的原理 可以一層一層填補紋理和毛孔 所以它可以做到一個很鐵薄 但遮瑕度很高的效果 而我自己覺得它的質地都是偏輕 和偏水潤很容易推開的 我都可以試上面給大家看 其實今天我也是用了這個 遮得非常之好 基本上這樣按一下 那個位置就足夠插半邊面 有抖印的位置就輕輕拍的跌加上去 你會看到雖然我臉上很多抖印 但用它基本上是不用用遮瑕膏 都可以化到一個很無瑕的妝 基本上是出街是壓到人的 我以往其實都有用過很多遮瑕度很高的底妝 很容易會有很厚重的感覺 但用它真的不會 甚至皮膚很不穩定的時候 用它也不會焗到山林痘 它這個妝感化出來是偏密 但它又不會像面具粉樣的死密 所以甚至在香港這些潮濕的天氣下 再用它我都覺得是可以最後一天 這一點我都覺得有份加 另外也要讚一下它的顏色 不會做得太白的 因為很多韓國品牌的顏色真的很死白 我只可以勉強用到中間的色號 但它們這三種顏色都是非常自然的 我就是用它們最白的顏色 21號顏色 用上它是非常自然的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會有太白這個問題 可以選擇自己平時用的粉底色號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有遮瑕抗霜 但又不想太厚重 或者像我這樣經常都生暗瘡 就可以試試這個BB Cushion 好 爭取時間 下一個要分享的產品 就是夜間暗瘡精華來自Marlene & Guest 很好用 我已經用了第三指 這兩指控瓶 特意留下來和大家拍片 其實我平時都用Heroxy 你知道用久了就會時刻想試試新產品 無意中被我發現它非常好用 而我覺得它最好用的地方 就是它除了可以抽乾暗瘡的水分之外 它真的不會令皮膚變乾 我有時候同一個位置不斷點它 但也不會化妝會有脫皮的情況出現 你會看到這個產品會有兩層 一層水一層粉 用的時候就不要搖勻它 直接把棉花棒點到最底部就可以了 其實點一次的份量也挺多 基本上是可以點完整臉的所有暗瘡 即十粒以上都可以夠用 而我自己覺得它對石頭瘡的效果是最明顯的 那時候我這個位置可能是乾不好 經常都生不同的石頭瘡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試試用一些新產品 看看有沒有什麼可以對石頭瘡有效 用它真的連續用了四五天 粒暗瘡真的燒了一半 也還有在這裡 需要新陳代謝帶走它 帶走小了很多化妝都遮到 瓶身上面寫著10%的sulfur lotion 有10%的活性流 其實比起同類別的產品 它的成分也算挺高 所以因為這個情況下 它的效果就會更加顯著 如果大家也有石頭瘡的話 就歡迎買它回來試試 唯一一個不好處就是 我覺得它很細緻 我也覺得很快用完 接下來就想介紹一個 本土的小眾品牌給大家認識 因為試完之後覺得很好用 就是Mia's Work 話說當時在IG分享了我有難免的情況 大家都非常好心熱烈地推薦有什麼產品 去救了它們的皮膚 我就不斷不斷試 其中一個觀眾就介紹了Mia's Work 進去IG 發現它們都頗受歡迎 我就一口氣選了六個面膜去試 其實我都覺得它們的面膜蠻好用的 但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介紹不完 我就選了一個快空瓶的面膜 跟大家分享 其實它整個品牌是適合一些敏感性皮膚 暗瘡皮膚 用了它的成分很舒服 很天然 我這次就選了永久花啫喱凍膜 你看到我上面為什麼會寫了一些功能呢 因為我一口氣試太多了 我怕我忘記它有什麼功效 我覺得這個面膜用來退紅的效果是真的不錯的 其實當你生暗瘡生得很厲害的時候 很多暗瘡都很差 它們會留得很多紅印 如果這個時候你馬上用一些很刺激性高的美白產品 其實有機會令到那些紅色更加明顯發得更加厲害 有機會可能誘發成為第二顆暗瘡 其實這個時候是要舒緩降紅為主 令到臉冷靜下來 其實用它很簡單 10至15分鐘左右 感覺到那些紅的位置好像真的退感幾成 我那時候最厲害的時候 我每晚連續敷它 敷了7天8天 你就會發現皮膚的印好像真的退得好一點 沒有那麼容易轉成啡色印 所以我也覺得它是用上去很舒服 不會有發皮膚其他問題出現 接下來要分享的是 純布的產品 第一個就是 這個韓國brand的Lip Tin 這支Lip Tin應該很久之前 我的Get Ready With Me 還是最近帶我 有分享過其他顏色 其實這麼多年來我都一直用它們 最近我就屁股行買新的顏色 就是這支Funky Melon 哇 我又重新再愛上它 它絕對是我人生Top 3最喜歡的Lip Tin 為什麼呢 首先分開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是桃紅色 我都比較少塗桃紅色的唇膏 因為很害怕好像死亡Barbie一樣 很難包含 但它真的很容易包含 今天還要塗了三層 如果你塗了一兩層的話 就可以日常一點 所以我覺得不同膚色都可以 carry到的這個桃紅色 為什麼這支Lip Tin這麼正 首先它很輕 沒有負擔感 顯色度高 顏色是很sharp 很young 而且它真的很長久 如果你那天要去一個長的派對 沒有時間補妝的話 用它是必勝無死的 而且價錢也是非常親民 我之前也有說到 我唇膏出現一些狀況很乾 脫皮 我照用它 我都沒有更乾 亦沒有更脫皮的情況 如果你想要滋潤度高一點 或者glossy一點的話 就可以塗完它 鎖緊了顏色之後 再補一層潤膏 或者補一層gloss 就可以last足一天 基本上那天 如果你不是吃油雞給飯的話 其實它的顏色真的可以last到 5-6個小時 它不是一個match身的lip tint 它是一個自然光澤感 看起來很young 和很健康的感覺 大家絕對值得去試試看 你也知道我在格仔店買的 但我不知道其他店 例如萬寧或神司會不會有 最後一樣要分享到的產品 都是唇膏的產品 不過風格是非常不一樣的 就是Make Up For Ever的 絲勇裸感唇膏 這個唇膏其實是他們同系列 一如新出的顏色 非常漂亮 前者的感覺是比較young 比較sharp性 而這個就是沉實 和再白搭一點的 我推薦的顏色號 就是101 Soft Blush 這個顏色 不得了 這個顏色 我覺得它的裸色是調配得剛剛好 因為我本身膚色比較白 有時候塗了一些方式不適合的裸色唇膏 會好像病人一樣 但它不會的 塗上它 臉上也非常有氣色 而且它的顏色很有氣質 基本上它是搭什麼眼妝 不同色調配都沒有問題 那時候我一收到這支唇膏 我就立刻化了一個smoky eyes 再陪伴它 我覺得很好看 即使你那天是普通上班 就這樣搭一個單色眼影 它也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是很奶油的 很奶油的 很奶油的 很容易推 而且它顯色度是很高的 那時候戴口罩已經想跟大家分享這支產品 因為戴口罩用它 我也覺得都OK 即使人不會說脫得很嚴重 現在不用戴口罩 就更加沒有這個問題出現 平時想戴外補的話 就戴在袋子 然後這樣插在後面 然後就可以 像一支筆一樣補 就很方便 而且可以畫得很精準 好了 那我今天終於有驚無險 在隔壁屋裝修的情況下 拍好了這支影片 很開心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產品 又或者你有用過 或者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了 拜拜 дос杯 那個人 有名為 是 那個人 然後 5 Luci Japon 一下 我們